突然覺得我為什麼 當一個演員 我不能只顧好演戲這件事情 我是演員陳宇貞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破壳表演訓練場 想問大家的兩個問題 一方面是覺得 身為演員好像 只要聲音身體訓練好 然後理解劇本的能力 都照顧好 那這樣子就會有戲演 可是現在就是 流量啊 市場需求的考量等等的 你會很急著想要被別人看到 就變成很容易想跟別人比較 有一段時間沒有發握 我就會覺得好像要被別人忘記了 我目前是有找到一個平衡 不顧好表演之外 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而別人期待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自己想要的 跟別人的期待 這兩個東西 怎麼去抓 別人 我覺得我以前是滿一百一演的人 很容易一二分 可能覺得這個人做了什麼事情 他就一定是怎樣的人 如果你把他當成一個沒有演的角色看 你就會開始去想 他為什麼會自己做 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 他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這件事情有影響到 後來就是看待每個人 如果你正在為你的人生 或者是認識自己感到困惑 或者是迷失的話 那破壳表演訓練場 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你的途徑 歡迎大家來報名 為什麼 … 我 膝 離岸 我們 點 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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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岸